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六十九集 现在金骏武从庙平山上走下来 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 隔阂就是他的家 一六九孔接十口窑洞 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 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 他和俊斌家分住两边的院落里 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 就是金光亮弟兄三家 他家这面不远的地方是金家祖坟 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 在整个金家湾这边 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 米家镇已故米阴阳 当年给金光亮他父亲看宅地 说这地方是双水村 风水最好的地方 因此老地主独霸了这块宝地 不让村里其他人家在这里修建筑舍 金骏武父亲 当年是前后村庄知名的先生 看在这个面子上 光亮他爸才破例让他们在这里 修建了这院宅子 为修这院落 父亲把祖上和他自己积攒了 大半辈子的银元全都花光了 现在 这份饱含着仙人血汗的老家当 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手上葬送了 也许对立新姑的窑洞比这窑洞强 可九孔旧窑洞 维系着他们和仙人的感情 对于后人来说 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 现在 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 而要被移植到新土上了 多么令人痛苦啊 壮实的庄稼人金骏武两腿发软了 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下 自己也跟着一扑它坐下来 两只同龄般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 他把忧伤的眼睛 投照到对面的祖坟地上 第六棵柏树左边的第二座坟 就是他父亲的长棉地 他父亲下面的那座新坟 埋着去年去世的郡斌 阴间和杨界一样 郡斌旁边给郡文和他 流出了一块地方 死后他弟兄三个 还并排住在一起 金骏武难受地想 他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和弟弟 泪水忍不住 从这个四十出头 强壮的像头剑牛一样的 庄家人眼里涌出来了 坐了一会儿 金骏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 开了开脸 准备扛着柴草回家 忽然看见正在颈子上 担水的郡文 搁下筒弹 烟锅挖着烟袋 从土坡的小路上 向他这里走来 郡文显然是找他来的 他就只好等着他哥上来 金骏武上了土台子 在弟弟旁边坐下来 也没说话 把自己的烟锅点着 然后把烟布袋给郡武递过来 金骏武在他哥烟布袋里 挖了一锅烟 两兄弟就巴巴地抽起来 过了一刻 郡文望了弟弟一眼 嘴张了张 想说什么 但又没说出来 郡武看着他哥 等待他开口 郡文知道 弟弟看出他有话要说 又没说出来 就只好开口说 孙玉婷那龟子孙 又跑到郡斌家去了 血一下子涌上了 金骏武的脑袋 他知道 他哥的这句话里 包含着什么意思 实际上 郡斌死后不久 金骏武就隐约地感觉到 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 作为一个精明人 他知道事态将会怎样发展 作为一个当歌的 他又对这事态的发展 无能为力 到后来 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 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金骏武知道 全村人早已背着他家的人 议论成了一窝蜂 但他除过气得肚子疼外 没有任何办法 没办法 彩娥是个风骚女人 郡斌活着的时候 仗着他金骏武在村里的汉姓 没人敢来骚情 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 郡斌一死 这女人就胆大了 话说回来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 没个男人 也的确是个问题 金骏武知道 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 但在没寻出路之前 不能败坏金家的门风 金骏武希望 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 另嫁他人 要么光明正大地 招个男人进门 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 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 反正骏兵已经没了 也没留下个后代 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难长 但是 这女人放下正道不走 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 如果是旧社会 他弟兄俩说不定 把这个下贱货 拿杀猪刀 捅了 可这是新社会 他们也没办法惩罚他 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金骏武本来想 彩娥既然在骏兵入土不久 就无耻的尸节 那么还不如赶快去另嫁男人 但是 这女人硬要把骚气留在金家的门上 迟迟没有改嫁的迹象 更叫他们弟兄气愤的是 他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 勾搭在了一起 并且背叛性的表态同意搬迁 金骏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后 半天没言传 不由朝河对面骏兵家的院子 瞥了一眼 那院子此刻空荡荡 静悄悄 从前 勤劳的骏兵就是中午也不休息 在院子里营物蔬菜 现在 那块当年叫村里人羡慕的菜地已经一片荒芜 好吃懒做的王彩鹅连院子也不打扫 到处扔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此刻 他正封门庇护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私混 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以后 金骏文又开口说 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再不能忍受了 干脆 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捶一顿 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 金骏武继续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 我和你一样气愤 只是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早扬到外面了 金骏文气得头一拐 别人一轮那是另外一回事 自己闹他 等于是把这顶骚帽子 自己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那你说 就这样白白叫人家糟见 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 去探问一下这个贱货 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 如果能尽快寻个出炉最好 金骏武丧气的叹息了一声 这就是你的办法 亏你还在村里唠了个强人名 这就是你的汉姓 金骏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 现在由于气愤 竟忍不住挖苦起了骏武 哥 金骏武眼里含着泪水 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什么 金骏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 很不满意 他一下子站起来 说 这事你不管我管 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 金骏文丢下他弟弟 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 金骏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金骏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 正从王彩娥住的窑洞里出来了 彩娥一直撵着把孙玉婷送到大门口 两个人招手晃脚的告了别 孙玉婷像个窃贼似的 一溜烟出了枯叶河 向庙平的小桥那边走去了 怒火 极客在金骏武的胸膛里狂暴的燃烧起来 加上刚才他哥的那些刺激话 使得这个人牙齿都快把嘴唇咬破了 他扛起柴捆子 一路风风摸摸的下了勾道 回到家里 金骏武连午饭也没吃 扛了把绝头又上了自留地 他空着肚子在地里 没命的干了一下午活 一直到天黑的看不见人影的时候 才又返回家里 晚饭骏武仍然没有吃 一个人合一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 小儿子像往常那样亲热地来到他身边 和他磨蹭 被他一巴掌打在了炕中间 孩子便尖叫着哭起来 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他的这个宝贝蛋 金骏武不管孩子和老婆的哭叫 只顾蒙头睡他的觉 其实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干了一天重活 又没吃饭 但肚子也不饿 他在被窝里睁着眼睛 痛苦地从俊斌的死开始 追溯他家一年来遭受的种种灾难 生活像磨盘一样 沉重地压在这个壮汉的胸口上 使他连气也喘不过来 午夜时分 仍然失眠的金骏武 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歌神秘的声音 骏武 你起来一下 金骏武一挺身 从土炕上爬起来 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狠狠地跳着 他预感 出事了 金骏武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 悄悄溜下炕 来到了院子里 他看见 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 神色很不对头 他紧张地问 出了什么事 金副和金强 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骏斌家里了 金骏文平静而有些高兴地说 一刹那间 金骏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在心里抱怨他哥做事太鲁莽 但嘴里又说不出来 把人打了没 金骏武先问最主要的是 他怕遭下人命 就得要去吃官司了 没 把外面的门官司挂住了 那小子就在窑里面 俗话说 捉贼捉脏 捉奸捉霜 这下 看他小子怎么办 金骏文对他弟说 一听还没遭人命 金骏武先松了一口气 但他意识到 事态仍然包含着 一时都说不清楚的危险性 这种事 弄不好很容易出人命 他先顾不得说什么 和他哥赶快 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 金骏武和他哥 进了骏斌家的院子 见中间彩鹅住的那孔窑洞 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 里面不断传来彩鹅 恶毒的叫骂声 两个侄子金副和金墙 在门外立着 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事 骏武进了院子 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 不要出声 他放轻脚步 来到彩鹅的窗户下 听见弟媳妇 在窑里叫骂声不断 不是骂孙玉婷 而是骂他们家的人 甚至把他家祖宗三代 翻出来臭骂 骏武还听见 孙玉婷在窑里嘟囔说 总有个组织了 金骏武一看这情况 就知道事情复杂了 这类事 只要女的不承认 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他的心不由得 咚咚的狂跳起来 以他的想法 最好赶快把人放出来再说 可他又知道 他哥和两个侄子肯定不让 说不定先要和他 遭一回人命来 但就这样下去 万一出个什么事 王彩娥或孙玉婷 还会反过来咬一口 就像田武的链子嘴说的 拿起个狗 打石头 石头反过来 咬了个手 金骏武对金妇招了招手 示意让大侄子 跟他到院子外面去 金骏武把金妇和骏文 一起引出院子 来到院墙外的检盘上 他对这父子俩说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那就要经组织处理 金妇 你先去叫田海民 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 这事先要报告他 你就对田海民说 孙玉婷深更半夜 强奸梁家妇女 被你和金强捉住了 让他来处理 金妇立刻遵照二霸的指示 跑到田家哥老那边 叫田海民去了 金骏武对他哥说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 假装这事是金妇和金强捉住的 咱们不知道 等田海民来了 处理事情的中间 咱两个才能露面 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在这种时候 金骏武知道 自己脑子不够用 无条件地服从精明的弟弟 等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